9月10日就是今天 其實美國那邊會有一個辯論 世界聚焦 特朗普vs賀錦麗 我未看他的辯論 作為英國人都要看一看 是世界大事 因為哪個總統上台 整個世界一齊變 以前不知道 原來美國就是 你當是世界大佬 真是老闆 他一動就全世界都要跟他動 我經常覺得 人愛有人天愛有天 例如你在香港就是李家超 李家超頂上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頂上就是誰呢 應該就是美國那邊的總統 或者他們的決策者 因為決策者他有很多個 背後 可能有些財團 你不知道是誰 從何得知呢 因為你看回拜登這幾年 老人之外都可以做總統 比而所思 你都不明白為何特朗普可以連任 大量的死人票幫忙 幫拜登 一個墳墓都爬上來投拜登 這些奇蹟神蹟 去幫拜登 你沒辦法 今次有沒有神蹟幫賀錦麗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都幾富娛樂性 這次這麼好 特朗普本身 很高調 串串嘴嘴 都很多緋聞 或者官司前身 他自己本身 強人性格沒有右怕 早前也被人 差點射中了 拆過他的耳朵 最後沒事 我相信 都會令到美國人 會覺得 很想投他 我覺得 我想現在是五五波 出奇地是五五波 都想不到何錦麗 都可能有些 fancy 最主要可能有些人 是不喜歡特朗普 純粹是這樣 不是喜歡賀錦麗 是不喜歡特朗普 如果賀錦麗選了上去 就沒有了個人主義 基本上 背後策劃的人 就不是他 肯定背後還有一個大哥 那個大哥是誰 我們就不知道 才是真正的美國的話事人 可能不是一個人 可能真的是一個人 但你不知道是誰 但很肯定 就是現在特朗普 如果上了台 的話 他是真的可以 不聽背後 那些人的說話 去拿一些指令 這樣 其實特朗普 基本上 在任期間 其實他的經濟 都搞得不錯 現在看回 有些美國人 訪問美國人 其實他們都很喜歡特朗普 沒什麼人喜歡賀錦麗 反而是 因為賀錦麗 現在他 一味就銷售正能量 大少姑婆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問題都不大的 因為你總統都知道是什麼 只不過是 一個親善大使 決策者可以不是他的 警員 是 他就隨便 張皮圖章 有 上面 上頭 不知道哪裏上頭 有個政策 他就過了 過了 現在總統 美國總統 現在就是一樣 這樣的東西 變得 已經沒有以前 那種 那麼緊張的氣氛 真的可以 好領天下 現在連癡外症 都可以好領天下 其實意義不大 上場 當然 拜登 VS 特朗普 拜登多次出現一些 好像老人癡外的 正象 這樣 被特朗普 串到 就是 收了皮 但是 很多市民都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已經開始 人身攻擊 即是你攻擊我 我攻擊你 整個辯論有什麼意思呢 不是講政策的 那 因為拜登 他的腦子都很疯 都很疯 你跟他說政策也是很疯 那 特朗普 又是很多 那些官司前身 你去攻擊他 也是很好的 一個題目 那 搞到 現在 我想 有特朗普 已經是不斷人身攻擊 就沒有一個正經話 說到 那 我都不期望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美國人 不過都要關注一下 我都不期望 賀錦麗和特朗普 會有什麼正常的政策 可以說出來 要怎樣做怎樣做 就是兩個的政策 對於戰爭 對於華 對中國 對俄羅斯 對英國 等等的政策 經濟政策 是有什麼 一些的 見地 但我挺肯定 特朗普是有一套 他做過 他做過 他一定是有一套 政策是 怎樣搞好 經濟 之主 在特朗普在任期間 其實經濟 跑得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 拜登上了台 經濟又不差 美國人又沒有 所以 你開始覺得 兩個都沒有什麼 所謂 你誰做的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 在於一個非美國公民來說 兩個都沒有什麼 所謂 以前 我們香港人 移民 19年 特朗普 取消了 香港的關係法 會覺得 他應該是黃黃的 所以 都會想 特朗普贏 最後 輸了 現在 事隔四年 人們都不太記得了 或者特朗普 他的立場 都不知道是黃還是藍 都不理他 事隔四年 他都學乖了 我相信 都不太容易 他背後的大哥 的意志 你真的不知道 他背後的大哥 會想什麼 誰知道 我請你回來 是做我的男子 你以為你真的做總統 是不是 自自然 但是 特朗普真的覺得自己做總統 是不是 開始 毫靈天下 開始有自己的方針 策略 這個就是 他們 美國背後 的真正大哥 他們不喜歡 好了 這四年 我想特朗普 都有所改進的 可能 他有時候放風 可能在政策上 怎樣 改進 或者怎樣 叫做 收斂 沒有那麼激進 我想 可能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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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到 我不敢包 自從 我記得上一屆 那時候 很失望 那時候 好像是冬天 天寒地冬 但是 因為那時候 COVID 人們可以透過 非實體的票 可以郵寄 一些選票過去 搞到 開始 亂 亂 大龍 所以 變相 美國的選舉 有機會是一場 就是一個罵劇 看看美國人 可不可以 調整 令整件事更好看 好了 第一次 兩個 何錦麗 和拜登 對不起 拜登 借了拜登的腦 因為拜登 經常說錯名 特朗普 這兩個 做個葉 一個模擬 他們兩個 上台之後 世界的故事 有什麼改變呢 如果特朗普 上台的話 他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會停止 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差不多 近尾聲了吧 那 烏記又打到 進去俄羅斯 一分仔 但是 不知道怎麼可以 部署下一步 下一步 應該就是 劍子莫斯科 那 如果攻得進去 那就正式解體了 這樣 就變成頭條 世界頭條 然後普京 可能入獄坐牢 那 這些世界新聞 我覺得 到現在 今時今刻 我覺得不可能 絕對有可能 結束了戰爭 解體之後 中國就怕了 開始沒有大靠山 後台 要靠自己 然後 五眼聯盟 就會圍中國 就會夾緊中國 你不要亂來 中國都會學乖的 理論上 會不會開放 就不知道 再次開放 就不知道 始終 中國都是一個 比較 極權專制的社會 還是 特朗普 如果停不了 這個戰爭 就要給他一個讚 因為這場戰爭很難 很難 除非美國人出手 幫幫手 快點 打入莫斯科 這樣 就真是完了 因為你看到現在 很明顯 澳湖戰爭 好像在試兵器 被你試均勻 他那些無人機 很厲害 可以打坦克的 你看到整個戰場 空空如也 幾格無人機 就可以炸建築物 炸坦克車 一個小孩 十幾二十歲 控制著一部VR的儀器 控制一部無人機 就可以搞定了 這些無人機 當然最搞笑的就是 偉大的中國 很多時候都是偉大的中國出產 因為他最擅長就是做這些無人機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做這樣的測試 就是說 中國的打仗實力 其實真的很強 可以 中國當然 很少打仗 但是如果你說 美國人可能都會害怕的 都怕了中國 如果你打仗 就不是了 我也免得跟你打 你這麼多無人機 人又多 無人機又多 這個世界都無謂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看清楚的真相就是 美國是很想做這個世界的霸主 大哥 全球都看法了 現在你什麼都是說 美元 美元 現在你們香港的樓價 其實不就是用美元 這個匯率去頂住 現在變成人民幣 或者變成英鎊 看看會怎樣 你的樓價發來發去 就發到你傻 只有美元才可以固定 物件的價值 所以香港和美國是很有渊源 或者是有關係 中國都是 所以你說真正 你說世界大哥 永遠都是美國 現在還是 那為什麼美國憑什麼 可以做這個世界的大哥 因為他背後有外星人力量 這些要結合陰謀論 你才明白這個世界 好了 我還沒見過外星人 在這裡說外星人 外星人在美國來說 已經變成一個 不是都市傳說 人都知道 人都知道有外星人 還沒見過 還沒上頭條 還沒上新聞 其實你看坊間的 任何的資料 其實對外星人的資料 是很齊全的 自從羅斯威爾 自古以來也有外星人 不過只在外星人 他們選不選擇去控制地球 或者出不出來 背後美國佬 其實他們和外星人是有合作的 所以他們很多外星科技 到現在 譬如有隻隱形戰機 到現在沒有人複製 沒有人複製 只有他有 只有他有 你飛到上天 你是探測不到 為什麼探測不到 就是借了外星科技 外星科技就是這樣 再厲害一點 那些真的隱形 真的見不到一架飛機 他們很多這些 外星飛船 看不到飛機 又探測不到 最近 好像今年還是去年 都有一個聽證會 美國佬自己爆 軍方自己爆 真的上了法庭去說這件事 真的拍到這件事 拍到一個Tiktok 應該是Tiktok Tiktok 一個圓形的 其他圓形的東西 就在空中飛 飛得很快 不用說了 軍人 甚至是其他 知道內幕的人都說 其實 美國收藏了很多外星 資訊 資料 武器 或者飛船 Area 51 裡面有很多飛船 跟政治 這個政治有關 全部都是直接有關係 為什麼現在我們 好像在看一場鬧劇 對 你說得對 基本上是一場鬧劇 因為他們兩個 無論特朗普上台 或者賀錦麗純 都不是話事人 會不會最後是一個外星人 色列人 在控制美國 甚至地球 是不奇怪的 雖然很多科幻小說 但科幻不完 事實上真的 很明顯是有 難道偽造嗎 軍人 是不是才到法庭 要說真話 他真的坐著飛機 看到太空船 飛來飛去 其實LASA 那些都拍到很多 回來 最關鍵就是 有沒有合作呢 很明顯有 那些武器這麼厲害 美國佬還有一批很厲害的武器 所以大家相信 還沒拿出來用 現在就算 換了烏克蘭的武器 也是很舊的 已經是舊的了 已經打到 這個俄仔 就 有味道投降 起碼就沒有了 所以整個世界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整個世界 你會覺得 是不是被外星人控制著呢 外星人想我們走什麼方向呢 我經常都有這種感覺去想 假設真的是外星人 我想外星人 他們本身有很多族系 他們的光譜都很大 希望有一天他們露臉 露他們真樣出來 不過他也怕會嚇到人 因為太多種種種 有色域的人 有小灰人 有些好像妖精 有些好像人類 有幾百種 等於坊間的生物 有幾百種 外星的生物也是 外星的人也是 如果他真的 展示了樣子 他真的要和我們生活 他們算不算是高智慧的新移民 我們要怎樣做呢 所以為什麼一直都不露臉 就是這樣 應該都不會露臉 不過他好像現在 好像在放緊風 美國佬是 告訴你 我是有這些外星人 和他有光涉 有交易過的 理論上 外星人都是想我們 其實你看到的 其實有些 很大型的政策 其實是外星人想我們做的 例如環保 我相信環保 環保 我相信是真的 那些什麼減碳 是真的 因為他也不想 那個世界太過污染 因為污染 你就真的會導致 水位上升 到時是你們自己 滅了自己 外星人不想你們 毀滅 假設當是第三者 過來觀光 他也不想你毀滅 何況你不知道 他地下有多少能量 是外星人需要的 是吧 那他地下的能量需要 他也希望你們能夠 有一個比較和平的 就是 世界 在這裏 能夠 可以讓他在這裏玩也好 吸能量也好 研究也好 所以另一件事就是 他們都不想 那些外星人都不想 大家用核 來解決戰爭 所以現在普京 他經常說射壓 射壓 射壓 為何都沒有射 我相信也是有外星人阻止 第二 你不排除 普京背後的勢力 都有外星人的干預 可能另一批外星人 號戰那一批 即世界上有幾批外星人 在控制這個地球 是否批得很遠 但是真的 可能是真實 即是 如果你對這些陰謀論 覺得 次之以備 都沒見過 這樣 那很簡單 你COVID 那些東西都沒見過 對不對 結果真的爆了出來 你怎會想到 COVID 可以令到全世界封城 外星人也是 他存在 在背後操作 你真的不知道 每個國家可能都有一個陣營 外星人的陣營 而美國人的外星人的陣營 可能最強 中國也可能有 習大大也可能有 外星人跟著 都不出奇 那外星人 你看回他們 他們都是 想推動我們的人類文明的 但是同時間 都是我們希望 希望 我們能夠和平 去做這件事 但是另一批 就是外星人 可能會認識人 就想我們 好戰一點 這樣 有傳 這些外星人 吃負能量 為生 你想想 如果你說 鵝烏戰爭 死這麼多人 他們就有很多負能量 對吧 那些外星人就很開心 有一批 所以未來的路 我相信有命運 但是這個世界 或者這個神的意識 想推向我們是什麼 想推向我們是好的一面 還是毀滅的一面 我覺得美國的大選 可能看到一點 想我們傾向好戰一點 還是和平一點 如果你選特朗普 他有機會用和平手段 搞定這場戰爭 賀錦麗 是他搞不定的 有機會是 那就拖了 拖了這場戰爭 我自己這麼看 所以 如果從這個人類的大局面來說 我覺得特朗普是好很多 至少他不怕強權 他有自己的風格 是真的 他未必聽到你背後的愛星人 那支笛 但他有自己的風格 而他的風格是真的 維護自己美國人 我自己這麼看 甚至可以出創世界和平 理論上就非常之好 今集講了那麼多 看看這場辯論 有什麼笑料出現 多謝收看